我是Roy 才剛練英的體能訓練師 同時也是太陽體能訓練中心的體能教練 過去也有從事代理教師的一個工作 叫做賽克老師的工作 因為真的比較喜歡體育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一路進修到碩士 也是到運動科學的一個領域 那 因緣際會就是剛好跟連隊這邊做合作 這機會是蠻難得的 就是因為訓練運動員 而且是我喜歡的籃球的運動 那這個我相信是當過運動員的一個心情都能夠體會的 那既然做了這個工作 就是我覺得全力以赴去做 我是蠻期待的 我是台南人啊 那其實在這之前 當我聽到那個台南有職業籃球隊的話 我是蠻開心的 因為畢竟我的工作剛好也有這個資源 用我們自己的一技之長 用我們的專長去跟這些球隊啊 甚至跟這些球員幫助他們更好 我覺得很有這個榮幸 先不管球隊的一個戰績好壞 那至少我們能夠做到是讓選手 達到一個之前設定的目標 甚至還要再更高一點 因為我們球隊一隊有十幾個球員 那每個球員的一個位置不同 那甚至上場時間都是不同 那角色也不同 所以我們在規劃一個訓練課表的時候 我會一一的個別化 他們各自的一個體能 甚至需要的機力的一個方向也是有點不同 這部分其實我確實會花蠻多時間去修正 他們有一些強度跟量 那甚至還有一些疲勞的一個監控 幾乎是每天都隨時在觀察他們的狀況 然後再去做可表的調整 有時候練球的時候 從一塌進球場就能夠觀察到他們今天的疲勞感 像他們每天其實都會跟我們報安靜心慮 他一早起來睡眠不足 或者是昨天的一個訓練對他來講 太過疲勞的時候 其實這個安靜心慮的變異數其實蠻大的 他如果真的是很累很累的情況下面 他也會主動去跟我告知 所以通常我會讓球員知道說 我們做這個數據到底是拿來做什麼的 疲勞還可以從一些運動場上的一個反應來看 跑步的一個姿勢 甚至他來做熱身的一些動作的品質 其實以我們的經驗來講都看得出來 所以有時候那個熱身不是只有幫助他們 趕快說把身體的溫度提高而已 其實當下我已經在看 他們每個人的一個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有時候有些球員 他會對自己場上的表現真的是 可能沒有到達他的理想 他會覺得比較失落 甚至當然也有是比較亢奮的 所以他會覺得下一場還要再打回來 可是有時候他太亢奮 他在訓練的時候 那個訓練的強度跟量不小心太超過 那也是我們蠻煩惱的 他比較失落的話我們要想盡辦法在 練球的時候甚至在熱身的時候去激勵他 所以這些細節是蠻多的啦 真的是從球場到重訓 甚至到他們的一個個體的一個身心理的方面 這個都是體能教練要去顧及到的一個範圍 運動員其實也是人 所以他們的一個壓力其實也是有的 當然每個人的壓力不同 所以就是我們會先顧及到他應該要有好的心理素質的時候 很多人是第一年打職業的時候 這個時候盡可能的在訓練的時候 帶給他職業的態度 這個是應該說剛步入職業的賽場上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因為可能過去從小打球到大就是高中會有教練在旁邊讀書 大學也是會有的 那到了職業的時候 大部分其實你的訓練要自己去做很好的時間管理 再來就是你知道哪邊不足 你可能要另外再花額外的時間去訓練 肌力啊訓練體能 甚至訓練球場上的一些技術 一計的時間其實說真的說長不長也說短不短 它就三十場 那三十場其實真的很快就過了 反而是在技外的這個階段其實是很重要 那當然技中的一個階段 在我認知最棘手我會比較注意的是球員的受傷 球員的一個最大的武器就是你能夠上場去奮鬥吧 對那如果是遇到球員受傷的話 可能我們會去思考說 他受傷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會不停的去回顧說 今天他是怎麼樣的原因 甚至什麼樣的一個因素累積到他受傷 第一印象真的是年輕啦 剛才講的就是他們比較多 除了球技上面需要經驗累積之外 然後還有當職業球員的生活態度 他也是需要累積 不是說他們不夠認真 主要是真正要把你的興趣把籃球當成是你的職業要有所收入的時候 你必須要花更多而且比你想像中的更多 如果在剛開始踏入職業運動的一個球員的話 準備訓練了你就是要百分之百投入 你不太可能是說我今天輔出很輕鬆的力量 下一次再全力練 這個應該是每個教練都會這樣認知的啦 必須就是說適時的去激勵每個球員說 我們今天訓練是要把太多拿出來 比方向有些球員他們在過去的其他可能職業的聯賽 就是其他國家他們有訓練的經驗 像是Jordan他的訓練的經驗也蠻多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會一起討論就是有些訓練的一個動作啊 甚至有些訓練的一個方式 都是一個一個去討論的 大家討論到說其實他可以接受我們的一個訓練的方式 因為像Chuck他的年紀是比較年長的時候 他其實蠻多需要蠻多時候是需要恢復的 那有時候在這邊練的過多的時候 他反而變成一個疲勞 所以他回到場上並不一定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運動員 所以大家的目標都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不會有太大問題 只是每個球員對於訓練的熱情 是有些人需要被點燃 有些人已經很有熱情了 對那就是幫助他達到他的目標 有分幾個層面啦 當然是他們的一個體能狀況 跟甚至他力量的一個提升都是有的 第二個層面是他們的心理的一個特質 當然經過一個賽季可能大家會覺得 這個就是職業球員的一個生活 職業球員平常準備比賽 對那週末比賽比完賽好好的休息 休息完再回來好好的訓練 職業的運動就是這樣子 就是其實要去適應 是球員要去適應這個環境 對那當然適應下來的球員就可以生存的比較久 今年嗎 大園吧 因為他我們都知道他過去也是有受傷過 所以他在回來打的時候 當然他也跟我說他其實剛開始回來特別的辛苦 俊庭更不用講了 俊庭他的從大學的時候 他的那個天分就展現出來 不過所以像我們暑假的目標 不是讓他跳更高了 就是可能讓他的一個球技的方面 讓他再提升 我們甚至在球場上的一些處理球判斷 學測是更好 所以他下一季我相信他會更好的 下一個球技嘛 當然是我們的戰績一定會更好 一定會更好 對那在每個人的身體素質上面去提升 對那包含球技方面 那包含肌力 甚至一個體驗的方面 我們要比上個篩季還要更好 所以大家就拭目以待